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多进程的调试 客户目标 学会用跟踪流调试进程 客户作业自己编写代码案例 用跟踪流调试进程 设置跟踪流 在进程定用Fog函数后 GDP可以通过设置跟踪流选项的方式 指定跟踪复进程还是止进程 其设置方式如下 就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程序 如果创建了止进程 那么创建止进程的进程 成为复进程 被创建的进程成为止进程 那么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到底是 调试附近程还是调试止进程呢 就是 设置如下选项 set flow fogmodel 然后附近程还是止进程 是一个可选选项 这样的话 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就可以有选择的 止调试附近程 或者止调试止进程 好 咱们 结合着这个这些概念 我们来具体操作一下 这里我们准备了一个代码文件 这个文件大家之前也接触过 我们曾经细讲过这个文件的详细的内容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 好 这个代码之前我们已经讲过 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 我们首先是丢用fog函数 创建一个止进程 如果 等于0的话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是止进程在运行 自来代码 如果大于0的话 说明是负进程 负进程的话 运行自来代码 好 代码咱们就不再详细介绍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讲过这篇代码 这篇代码 咱们推出 我们编译一下这个原代码 GCC 注意 一定要加好钢基选项 钢基 代表着 就是可调试 如果不加这个钢基选项 我们是无法用GDB来调试 这个可执行程序的 fog.sh 钢O fog 好 看一下 我们的可执行程序fog 就已经产生了 这个fog 是可以GDB调试的 因为我们加了钢基选项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应该说是 调试一下 GDB fog 好 list 二厂 可以看一下 我们 现在可以用list的命令 可以看我们的 就是原代码当中的一些个 描述 list 10 18 那么我们设置断点 设置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就设置在 第9行 好 B 设置断点的话 就是 break break 然后加行号 行号的话 假如说我们想在 第9行是断点的话 然后呢 直接写一个9 ok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断点了 然后 run 运行 好 可以看到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程序已经运行到第9行了 为什么到第9行 中止了呢 因为我们在第9行设置了一个断点 如果 想让它继续往下运行 直接 电用什么呢 电用nest 它就直接运行下一行 啊 在运行之前呢 我们 此次调试的目的就是 来演练一下就是如何调试副进程和止进程 所以说呢 我们在此呢 首先要设置一些选项 告诉系统我们要调试的是副进程还是止进程 怎么来设置呢 怎么来设置呢 set flow fork go 好 转为来 转为来设置一下 我这次调试 我只调试附近程 ok 是不是没有包出啊 说明我们设置已经成功 然后 nest 原先下一条指令 好 为什么打印 这段信息呢 是因为我们调试副进程 止进程 它是不是就末日的自己去执行了 所以说打印了这条信息 那么咱们 按nest的时候 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哎 可以看到 当等于0的时候 这一判断 它不成立 因为我是副进程 但是呢 大于0是成立的 因为副进程的PID是大于0的 看 现在是不是已经调试到 副进程 要执行的代码片段了 然后 nest 好 此时 再运行的话 副进程 就已经结束了 可以看到我们一步步往下执行的话 它并没有执行 止进程的代码 而执行的是副进程的代码 假如说 假如说 我们现在 设置 选项 设置成 告诉系统 我调试 只调试 只进程 不调试 副进程 好 咱们再run一下 是不是又在第9号结束 nest nest 好 可以看到 现在进程来判断它的PID 是不是等于0 如果是子进程的话 它是等于0的 nest 可以看到 咱们的子进程是不是被执行了 但是 副进程呢 副进程 不是我们要调试的重点 ok 现在是不是子进程 再运行是不是就结束了 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调试的是子进程的一些信息 好 如果退出 调试选项的话 可以用Q ok 是不是就结束了我们的调试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调试 多进程 其实很简单 就和调试单进程 基本上大致框架是一样的 唯一的不同点就是我们设置一些选项 告诉系统 我们要调试的是附进程 还是止进程 通过跟中流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设置方案 我们就可以实现了 就是调试附进程还是止进程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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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